五阵不由的苦笑,这一路上,硝烟可谓是没少收刮呀,但凡有机会就免不了一番收刮,几乎都是拿神元气丹就能在硝烟手里买下自己的性命。 神元气丹的作用还是非常之大的,随着实力的提升,每次战斗之后,几乎都需要神元气丹作为元气补给。 通过神元气丹提升元气底蕴的这种做法,基本不可取,因为神元气丹蕴含的杂质太多,刚刚晋级斗神或许还能依靠神元气丹,但仍旧需要提炼。 不过,突破到二星或者更高层次的斗神后,神元气丹带来的提升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也正是因为如此,杀伐天这样的地方才会汇聚了如此多斗神前来。 即便其中因为资源争夺,变得异常凶险,可仍旧让无数斗神冒险也要进入其中,为的就是实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萧炎将神元气丹全部收起来,现在萧炎最关心的自然是他抢夺而来的两头荒谷凶兽的元金。 因为当时情况紧急,萧炎几乎是瞬间将元金收走之后就迅速离去了,根本没有来得及去仔细查看元金。 唯有此刻萧炎才将元金拿出来,只见萧炎手掌之中,两枚七彩元金熠熠生辉,还有三枚四彩元金。 至于之前凶兽所获得的元金,似乎连一彩都不算。 唯有此刻手中的元金,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元金。 其中蕴含着磅礴的元气,这比百元灵果还要更强一份。 萧炎并未着急修炼,将三枚四彩元金分给了伍镇。 虽然没有分七彩给伍镇,但是四彩元金都已经相当不错。 结果元金,伍镇脸上的笑容都是异常灿烂。 对于伍镇来说,分到四彩元金对他都是莫大的帮助。 他自然不会贪得五宴地去惦记萧炎手里的七彩元金。 萧炎将元金收起来,不光看向了勋儿的瞬间,立刻变得柔软起来,再度是将勋儿重重地揽入了怀中。 傻妮子,受了不少苦吧? 萧炎低声喃喃,勋儿跟随天赞王前往冥界之后, 萧炎几乎没有和勋儿见面的机会,萧炎又何曾不想他呢? 比起萧炎哥哥,勋儿受的这些苦又算得了什么? 听月梨说,你还…… 勋儿说着,眼眶立刻变得红润起来,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 红芒星一战,萧炎战死,若非女皇及时救命,恐怕萧炎已经死掉了。 听到这些消息后,勋儿不知道悄悄哭了多少次, 也正是因为如此,勋儿才发疯似的去修炼。 他不能再坐以待毙,他下定决心要变得强大起来, 强大到可以帮助自己的夫君。 勋儿将想法告知天赞王的时候,天赞王也是一惊, 毕竟,以勋儿的天赋,他没有转世的身份, 所以没有觉醒记忆和天赋。 能够靠自身的努力修炼到斗仙层次, 九星斗仙便是极限。 至于突破斗神,几乎没有可能, 但勋儿并未就此放弃。 他疯狂地修炼,冥界并不缺少资源, 但在面临天赋到达极限之后, 还想继续修炼提升。 难度,毋庸置疑。 解决之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陷自身于险境, 不断地去突破意志,肉身, 最后才是境界。 勋儿便是如此, 他以一人之力挑战民兵以及民兽, 经历了无数凶险, 甚至差点战死。 萧月离对此心疼不已, 可勋儿的执着无人可以阻挡。 萧月离不明白什么叫爱情, 但是他在勋儿的身上却是看到了, 为了自己的挚爱, 真的可以不顾一切。 萧月哥哥, 你真的已经走很远了, 真的可以停下来了, 陪陪勋儿好吗? 泪水从勋儿的眼角滑落, 他无时无刻不再想念着萧嫣, 爱情是亘古的。 勋儿此言触动了萧嫣, 令萧嫣也是微微一颤, 他能够明白勋儿的心情。 对于斗神阶段的强者来说, 时间的流逝或许会变得无感, 因为拥有着很长很长的寿命, 但对于人来说, 时间却是孤寂的, 会让大家慢慢变成自己。 萧嫣何曾不想停下? 修炼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 萧嫣渴望力量, 但却并非以现在这样的情况 去追寻力量。 自己的孩子和妻子, 一路上萧嫣不得不去做取舍, 最终凉了人心。 可萧嫣又不得不去这么做, 他之所以拼命往前, 正是因为这背后 是他日夜寄望的家人们。 萧嫣捧着勋儿精致的笑脸, 没有说话, 深情一吻, 这一吻识别数千年, 这一吻, 是萧嫣对勋儿亘古不变的爱情。 从窦窃大陆直至今天, 萧嫣对勋儿的感情 从未有过任何变化。 萧嫣用额头抵着勋儿滚烫的脸颊, 轻声喃喃道, 以后跟着我吧, 我会护你周全。 萧嫣哥哥。 军儿低声嘻喃, 倾诉蔓延开来。 天葬师父说了, 月梨和娘亲不能跟着爹爹, 这样反而会很危险。 萧月梨此时在一旁忽然开口说道, 萧嫣闻言, 眼神一颤, 他却明白, 天葬王说得没错, 现在他虽然突破到了六星斗神, 但光眼前, 萧嫣就要面对两个极为难缠的敌人, 一个是斗神联盟, 一个是天人府。 虽然萧嫣解决掉了斗神联盟几位殿下, 包括大殿下金天龙, 但在斗神联盟之中, 萧嫣在其中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清晰地明白, 斗神联盟设立的殿下, 只不过是斗神联盟之中, 使力制衡的一种机制, 要知晓, 死亡一个殿下之后, 立刻就会有新的殿下出现, 并不会因为一两个殿下的死亡, 就直接影响了斗神联盟的整个实力。 在殿下之外, 还有着更强大的天主存在, 比殿下更强一份, 而在天主之后, 还有副盟主, 最后才是踏入了不朽之境的金泰威。 如此庞大的势力, 萧嫣杀了他们两个殿下, 根本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前提下, 反而会更加激怒斗神联盟。 待消息传入斗神联盟之后, 必定也会再度对萧嫣展开一次讨伐。 如今的实力, 原神分身不在, 仙魔分身面对着寿源限制, 本尊实力太过弱小。 若是真的, 斗神联盟不用清朝出动, 就只是派出天主, 对于萧嫣的威胁都是极大的。 这一 鸡蛋